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每年農曆七月,在台灣除了是民族信仰中相當重要的鬼月之外 同時也是片商的兵家必正之地 而今天要介紹的《綜邪三 鬼門開》 就是以台灣送肉粽的民間習俗為基礎,衍生出來的恐怖片系列 作為系列的第三部《綜邪三》在劇情上延續了前作 尤其是第二集中出現的泰國邪神鬼師傅 這次不只再次現身,還將與作品裡相當重要的神奇《綜邪》上演一場神鬼大戰 只是老實說,這個系列演到第三集 主題中的《送肉粽》卻似乎比重越來越少 但電影用了泰國的民俗文化以及台灣影視作品中 較為少見的《綜邪》作為替代 尤其是片中有許多的法器、咒語以及儀式 讓愛看恐怖片的觀眾可以感受一下不同元素的碰撞 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會介紹一下第三集的劇情以及和前作的關聯 接著會科普片中出現的一些元素,例如 《送肉粽是什麼》、《鍾葵的四種身份》、《鍾葵嫁妹嫁錯了》、《鬼師傅是誰》 以及古曼瞳的傳說和片尾的彩蛋等等 相信會讓你在看面的時候有更深的感觸 由張廷虎所飾演的冠宇,是帶有神明《鍾葵天命》的少年 雖然從小看著爸爸跳鍾葵 對宮廟與西班文化也耳濡目染 卻在幼年時妹妹意外過世之後開始排斥這一切 只想著快點賺錢之後搬離老家 某天她為了賺外快到旅館打工 卻進入了有住客上吊身亡的房間 而故事就從冠宇在飯店內陸續遇到一些恐怖的靈異事件 以及旅館內接連發生的離奇命案開始說起 如果純論劇情,其實你並不需要先看過系列的前兩集 但有部分的人物卻是在系列中曾經出現 例如由陳伯正所飾演的阿西施 在系列中是一位資深的法師,專精跳中回 在前兩集中都扮演了頗為重要的導師角色 由劉過紹所飾演的阿怪則是阿西施的職兒 以宮廟接班人身份自居,但大多都只是在旁邊幫忙 在第二集裡故事加入了泰國邪神鬼師傅的元素 敘述鬼師傅引發了連續多起的上吊事件 目的是要殺死七個人好完成轉世 但最後在由許安直所飾演的嘉敏 因為靈異體質而受到鍾馗顯靈庇護 人神合力之下將他擊敗 不過鬼師傅並沒有消失,而是在旅社內試圖捲土重來 而當阿西施發現此事之後 派遣阿敏與阿怪前往飯店救援 系列片名裡的縱,其實是源自於台灣民間有名的習俗宋肉縱 GQ台灣剛好前幾天釋出了一支影片 請了民俗專家與志全道長解析經典片中的民俗橋段 其中道長提到,宋肉縱是彰化鹿港一帶的習俗 用意是為了要驅趕以及化解有人因為上吊而死的怨氣 雖然各地的做法不一定相同 但我們調查之後得知,儀式進行時 大致都會先以跳鍾馗作為開場 也就是找人扮演鍾馗,並在事發現場周圍布陣 接著會將死者用來上吊的繩索剪下 連同所有觸碰過的代表性物品一起送出宅 沿著指定路線一路送往海邊焚燒,讓大海吞下所有的怨氣 在送肉縱時,坦方為了預防旁人沾染殺氣 刻意會在晚上9點到11點進行 也會事先公告領禮,提醒緊閉門窗 並在預計要走的道路旁沿路張貼符咒 路口也會擺桌祭拜,或是設置提醒告示於路障 至於肉縱的名稱 則是因為尊重王者不以吊死鬼相稱 而是以端午節製作肉縱時,縱子用繩子綁起 並懸掛在牆上的意象,作為僻喻的雙關語 前面提到,送肉縱的儀式都會以跳鍾奎作為開場 因此鍾奎也成了系列中貫穿頭尾的重要角色 鍾奎是中華神話中的一位神奇,以驅魔正邪文明 不過與大部分民間崇拜的神明不同 歷史上幾乎找不到鍾奎生平的事蹟 至於他為何會成為家喻戶曉的驅魔主神 較為普遍的說法有四個 唐德宗盡世說 唐玄宗孟仙說 驅魔法器說 遜孤淚說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一解析吧! 在許多的戲曲或小說裡 鍾奎都被描述為是一名文武雙拳卻相貌醜陋的天才 例如清朝時期的小說《唐鍾奎平鬼傳》裡就寫道 大唐德宗年間,有一名賈靜氏 姓忠、名魁、自正男、忠南山仁氏 才高八斗、學富五居 只因相貌醜陋、畏重投名 一怒之間在京街上頭碰墊柱而死 死後他來到陰間 閻君見他才華洋溢、正氣凜然 又有這一張連鬼看到都會害怕的臉 就任命他為貧鬼元帥 要他追捕那些流連在陽間作惡的鬼 並賜給他一柄清風寶劍、一匹追風污追馬 一套官服官帽,以及四個鬼將供他拆遣 在把陽間的鬼都斬殺或叫化完畢之後 鍾奎被帶到天庭拜見玉皇大帝論功行賞 被冊封為益勝除邪驅魔雷霆帝君 他的兩位徒弟神叔和玉呂則被封為 尋行天下驅魔使者左右門神將軍 後來他們的事蹟與名號傳到人間 百姓開始將鍾奎的畫像掛在家中 門神畫在門上,藉以守護自己的宅地 雖然近世說是最為普遍的中葵起源 但北宋的文官審闊的《孟希彼壇》以及《明朝唐義史》中 記載了唐朝開源年間的另外一個故事 說唐玄宗重病昏睡 夢中見到了一個身穿藍袍、相貌醜陋的大鬼 衝了進來將小鬼吞下 並告知唐玄宗自己的姓名與紳士 以及儲盡天下妖孽的事項 基本上以上述的內容相差不遠 唐玄宗醒來之後疾病豁然而喻 便下令畫家吳道子把他夢中的鍾奎畫出 並在畫上批示 《靈奇應夢》、《絕疾全抽》、《烈士除妖》、《時虛撐槳》、《陰途異壯》、《班賢有思》、《碎木驅除》、《可疑辯士》、《已去邪魅》、《宜盡妖分》、《乃告天下》、《西令之偉》 從此鍾奎捉鬼的名號廣傳天下 鍾奎的畫像也被許多百姓掛在家中驅魔避邪 雖然鍾奎大名鼎鼎 但其實有另外一派的學者們認為 鍾奎不只不存在過歷史上,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個人 根據台大Case報科學網站上一篇文章 《鍾奎起源研究的歷史回顧與考古、甲骨文字觀點》記載 明末清楚的思想家顧彥武在考據過不同的文獻之後認為 鍾奎是由鍾奎演變而來的 而鍾奎其實是一種古時後驅魔儀式中所使用的追撞法器 而他兇惡的形象則來自於上古時代驅魔儀式時使用的面具 換句話說,自古以來就有著 戴著兇惡面具使用鍾奎法器驅鬼的習俗 後來逐漸演變為 《面貌兇惡》名為鍾奎的驅鬼元帥的民間傳說 除了法器之外 鍾奎竟然也出現在著名的《本草綱目》裡 並且同樣被作者李時珍認為是鍾奎的變體 而鍾奎則是一種追撞的訓箍 後來被穿著附會成為了傳說 不知道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說法呢? 前面提到在第二集裡 由許安芷所飾演的嘉敏具備靈異體質 並且暗示她帶有鍾奎妹妹的天命 最後才會獲得鍾奎庇佑 而鍾奎嫁妹和鍾奎的生平一樣 也是民間流傳的一個傳說 大致敘述,鍾奎被玉帝封為驅魔帝君之後 陽間的妹妹卻遭到土豪逼婚 為了保護妹妹,鍾奎派出了鬼兵鬼將 幫忙抬轎子提登龍 搬嫁妝,把土豪嚇跑 最後讓妹妹嫁給了另外一位腳踏實地的人 才放心離開人間 當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網站上有一篇文章 內容提到鍾奎嫁妹裡的這個妹字應該是鬼妹的妹 而嫁妹其實是把不好的東西送走的意思 但後來在戲劇改編之下才變成了嫁妹妹 這樣的改編不只替鍾奎增添了鐵和柔情的形象 也讓整個故事更具戲劇效果,是不是很有趣呢? 在電影系列裡,鍾奎代表著正義的化身 而他最大的對手並非台灣本地的鬼魂 而是來自於泰國的鬼師父 我們試著在網路上搜尋鬼師父 但得到的資訊不多 大多都只有說他的原名叫做皮波 是泰國的毒品走私販或人口販子會擊敗的片門邪神 必須以人血與生肉擊敗 但如果我們用英文搜尋 《泰國鬼故事》 卻在The Cultural Trip網站上找到一個列有泰國知名鬼怪的名單 有一個叫做Fipop的鬼,應該就是皮波 它的敘述翻譯是 皮波是一種令人恐懼的幽靈 據說會在泰國東北部的伊善地區遊蕩 附身於受害者體內吞食血肉 最後從內部吃掉他們的內臟 而我們也另外在《維基百科》上 找到另外一個叫做Pipop的泰國鬼魂 當地居民認為 白天時Pipop的形狀像個正常人 但到了晚上就會變成鬼 Pipop的特徵是他的鼻孔會像火炬一樣發出光芒 並在晚上尋找食物,比如青蛙、魚、糞便和動物屍體等等 根據劇組表示 《鬼師傅》的靈感來自於2018年 宜蘭內皮海灘上發現了一尊詭異邪靈像的真實故事 後來被穿鑿附會,連結到外籍移工跳海自殺的命案 除了《鬼師傅》之外 這次第三集中還出現了另一個泰國的民間傳說古曼童 古曼童是泰國民間信仰中的一個有名的英靈 常被視為一種護身符或護宅的物品 古曼童的字面意思是金色的小男孩 古曼童的傳說起源於古老的泰國巫術 早期的古曼童製造方法涉及到一些禁忌的儀式 例如從墳墓中挖出死胎來製作 這些死胎經過特殊的儀式後 會被認為是幽靈小孩附身,因此具有特殊的力量 人們製作古曼童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得到誘護 帶來好運、財富或是避免邪靈的侵擾 到了現代,古曼童的製作已經不再涉及這些禁忌的方法 而是使用黏土或蠟來模型製作 並在寺廟裡進行祝福儀式,讓它具有護佑的能力 許多泰國人認為古曼童是家中的一員 他們會定期供養、給予甜食、玩具等等 以保持其快樂和滿意,從而得到古曼童的誘護 但也有一些人認為,過度依賴或不恰當地對待古曼童可能會帶來不好的結果 在電影的最後,雖然看似冠羽等人戰勝了鬼師傅 但不代表沒有其他的鬼魂會繼續作亂 而在跑完工作人員名單之後我們也看到暗示續集的一段畫面 在一間印尼商店裡,出現了一個打扮成類似新娘的惡鬼 凶殘地咬食著一位被害者,接著朝著螢幕衝了過來 雖然我們尚不知道這個鬼是誰 但很有可能會是來自印尼的民間傳說 將在續集裡,和鍾奎繼續上演神鬼大戰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認識鍾奎這個民間信仰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